被老牛吃嫩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人呀 都是心甘情愿的被老牛吃嫩槽的 那么她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你分享一个 我身边一个朋友的心得体会 她觉得就是呢 被老牛吃嫩槽啊 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可是有些人总是误以为 就是觉得被老牛吃嫩槽 肯定是不怎么舒服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女人跟男人往往是不一样的 男人更在乎女人一个身材和长相 所以说呢 相对于来说更加喜欢那种 相对年轻的女人在一起 她们会觉得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舒服 更加的自在 但是女人呢 她就是大不相同了 她们看着呢 是男人的为能处事的能力 和相处时候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当女人和男人相处的时候 年龄呢 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那么有些年龄大的男人 或者她的身材不怎么好 长得呢也很一般 但是女人呢 就是喜欢这样的男人 成熟稳重 能够给女人带来足够的一个安全感 那么有了这些呢 通常就会让女人觉得特别的舒服 所以说呢 她才会心甘情愿的被老女吃嫩槽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今年36岁的陈女士哭诉 她骗自己的老公说去杭州出差 实际上是跟男闺蜜出去旅游了 等她玩了整整一周 七天回家 却发现家都没了 自从陈女士的老公知道她有一个男闺蜜以后 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她跟这个男闺蜜关系太好了 经常一起吃喝玩乐聊天 老公实在是无法安心 两个人也因为男闺蜜这事吵了无数回 老公让她不要再跟男闺蜜联系了 陈女士只是嘴上答应 但是背地里呢还是偷偷摸摸的联系 前不久 男闺蜜在工作时遇到了烦心的事 心情很不好 所以就邀请了陈女士陪她出去旅游散散心 陈女士觉得平时已经很忽略这个男闺蜜了 心里本来就很过意不去 她想到结婚以前 在她不开心的时候 都是这个男闺蜜开导她 安慰她 所以呢 她实在找不到旅游拒绝 但是又不想让老公不高兴 于是就只能骗老公说公司派她去杭州出差一个礼拜 然后呢 她就愉快地陪男闺蜜出去旅游了 游完七天后 两人开开心心地回来 可是让陈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她回到家门口 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怎么都打不开家门 叫门也没有人回应 陈女士就赶紧打电话问老公是怎么回事 而老公的回答则让她彻底崩溃了 老公说房子她已经卖了 孩子呢 她也已经送到她爸妈家了 另外离婚协议书她已经写好了 就等着陈女士去签字了 陈女士以为她跟男闺蜜旅游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 没想到老公早就发现了 她哭着去解释 去求老公 可是她老公坚决不肯原谅她 说必须离婚 最后还扔下一句话 你跟你的男闺蜜去过吧 朋友们 你们支持这位老公的做法吗 都说十个男人里有九个都好色 但是男人好色他有啥错 还不都是女人家惹的祸 经常随意乱打扮 这故意露给男人看 穿个吊带露个肚脐 哪个看了不着迷 高跟鞋配丝袜 哪个男人能招架 化浓妆还喷香水 把男人迷得都流口水 又露胳膊又露腿 还说人家男人是色鬼 好色吧 说人家是流氓 不好吧 又说人家不正常 这女人突然亲男人 说是浪漫 这男人突然亲女人 就是流氓 女人说AA制 这是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男人要说AA制 那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女人穿男人的衣服 说是帅气 男人穿女人的衣服 说是变态 女人发脾气 说真可爱 男人发脾气 说真可恶 女人花男人钱 说那是天经地义 男人要是花女人钱 说这是天理不容 女人找男人只看长相 说那叫沈美 男人找女人只看长相 说那就是好色 男人哪 可真男 今年明年和后年 前后三年 给咱们打工人五个忠告 听不听你自己选择 如果你划走了 千万别后悔 这条视频你是真的有必要点赞收藏 第一 如果说一个单位干的还可以 只要工资发的准时 就不要想着调操 现在的钱是真的越来越难赚 当老板的也不容易 能够准时发工资 都是好老板 所以你就好好干就行了 不要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第二 只要你有住的地方 尤其是即将结婚的小两口 只要是丈母娘不刁难 就先租房住 等你必须买房的时候 看准时机就可以了 还能省下不少钱 第三个 在下班之余 尽量干一些副业 只要能跟得上趋势 主副业完全可以同时干 第四 花钱方面能省则省 改掉冲动消费的毛病 尤其是女生 经常看到好看的衣服 包包 心里就想着买 其实有时候 你买回家 只是穿戴一两次 就放在了衣柜里 反过来就想 有时候少买一件 也不是说不可以 男人嘛 也要改一改 别动不动就约朋友 吃吃喝喝 唱唱歌 问一下男生 你们有没有发现 酒桌上的朋友 就是个吹牛 说大话 等你有事 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就找各种理由 借口推托 时间长了 你细品一品 所以说家人们 花钱容易 挣钱奶啊 把没有必要花的钱 都存起来 用钱的时候 就不犯愁 其实车也可以先别买 上班的时候 坐地铁 或者公交 也挺好 现在油费 涨得太厉害 而且经常堵车 停车位也不好找 所以呢 不一定有车的男人 才是优秀的男人 当别人开车 路上堵的时候 你坐地铁 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也挺好 关注我 每天分享正能量 能成就大事的男人 身上都少不了 这几个特征 看看你具备了几条 第一 就是他喜欢独来独往 他见识过人性的丑陋 也经历过信任的崩塌 独自熬过最绝望的低谷 这种男人啊 看似孤独 但内心却很强大 在他的世界里 你真 我就真 你假 我转身 比起无效的社交 他们更喜欢高质量的独处 逢闯作戏 不是他的风格 自成高楼 才是他的作风 第二 就是这种男人对待感情 也是相当的理智和清醒 删掉的人 不加第二回 离开的人 不看第二眼 放弃过的人 也不爱第二次 这种男人 就好像一批 桀骜不驯的野狼 宁可在逆境里寻找猎物 也不愿意像狗一样被圈养 谁当他是宝 他便陪谁到老 谁若不珍惜他 他便立刻换掉 虽然心狠 但是又会把所有的爱 都留给真正懂得珍惜他的人 第三 这种男人大多数是半身斐气 半身正直 做事果断 不服就干 他虽理智的有点极端 但是只要是他想要的 他就能够承受任何的代价 懂得及时止损 可以亲手毁了自己在乎的一切 他善良却不老实 要是你欺负他 他能让你心服口服 这样的男人啊 往往都具备着野蛮的身体 和文明的大脑 以及不可征服的精神 说的是你吗 有三种女人比毒蛇还要可怕 千万不能娶 谁娶谁倒霉 第一种 性格偏激 忽冷忽热的女人 不能娶 跟这种女人在一起啊 就像身边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哪句话会激怒他 这种女人呢 喜怒无常 高兴的时候理你 不高兴的时候啊 肆意伤害你 第二种 永远不知足的女人不能娶 这样的女人呢 永远只会嫌弃你给的少 你的好 从来记不住 而且呢 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更不会认错 只会把错误全部推倒到你的身上 第三种 情敌伤的女人不能娶 一旦你们之间有了矛盾 要么拒绝沟通和你冷战 要么呢 就张口气死你 什么难听 说什么 这种女人啊 是最没有同理心的 她永远看不到你的委屈 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 你真的就是哑巴之黄连 有苦 舍不出 你 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 男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弃一个女人 男人不会突然之间就想放下一个人 如果他想放下了 那一定是他累了 他有太多的情绪在心里积压了很久 无法承受 他不会因为一件事就轻易放弃 而是这背后积攒了太多的心酸和委屈 使他一次次的失望 到最后彻底绝望 男人从来不怕为爱付出 他怕的是你的冷漠无事 和冷言冷语 是你的得寸进尺和理所应当 他一次次的为你修改他的底线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考虑过 你不懂他 不理解他 不支持他 你享受着他对你爱的同时 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回应 虽然他的内心早已经千疮百孔 他却依然在努力的爱着你 可是你的冷眼相加 最终只会让他寒了心 你要知道男人也并不是百毒不侵的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付出 就会圆满的 感情需要的是彼此互相的信任 互相的支持 一段感情里 如果是靠一个人去努力付出维护 那么这段感情一定不会走得太久远 只会越走越远越陌生 每一个选择离开的人 都曾在风里站了好久 我说的对吗